透露一下今天有哪一几首合唱的歌曲 合唱 你听就知道了 对啊 我们进不去吗 你想听哪一首 其实进不去的话可以看一下直播了 对你可以看直播 你想要听创新者 那我就唱创新者 你们可以慢点收机器 然后再没有画面听 只听歌到7点 有点久 就否认了吧 就说没有这首歌 大家能不能现场跟我还原一下 因为粉丝还有其他人都还挺期待这首歌 不如你们唱吧 你们唱 不如你们唱怎么样 哪一首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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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u hey you hey Pick m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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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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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同度唱的文吗 我们就唱一下副歌吧 副歌吧 有掌镜起头 来 来 You hear you hear pick m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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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ear you hear pick me Hey hey The music go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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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你为我欢呼尖叫 因为刚才下午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粉丝提前来现场了 然后正好拍到了 就是有团饭给你们喊口号 你可以现场拍一下这个视频 100% 感觉怎么样看这个视频 在外边一直绕着整个那个 特别人 我觉得还蛮有秩序蛮好的 没错没错 就其实我们一直希望他们要注意安全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天气热怕中暑 哇广州太热了 我的天 我站在这都已经出汗了 因为除了今天来现场看那个 看现场的粉丝嘛 就在大厂还有第二现场 就粉丝跟你们 第二现场 在看直播 什么第二 在大厂吗 对在大厂 为什么你们把第二直播还弄得那么远啊 对啊 好远啊 因为是从哪认识你们 然后从哪里 有人去那看直播吗 那我那如果比如说如果要我的话 是不是他要回马来西亚看 我要回山东看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场地 然后给大家看 好 所以在大厂的朋友也可以看到直播 对 那我们可以去大厂给他们个惊喜吗 可以 走 走啊 现在过去大家多久啊 那也唱会来唱吧 用任意门吧 可能不能给就是不能来现场 还有在大厂看直播的一些粉丝 一些现场来一些福利 或者跟他们说几句话 福利吗 大厂女孩 哪一种 哪一种 真挺真挺把你的福利抱过来 大厂女孩 哈哈哈哈 北京呢 好 你踢到大厂的话可能就踢到了几个 哈哈哈哈 我上一个问题还没打完呢 今天 哎呦 你们福利还没给 送一句话 送一句话 送一句祝福 大厂其实是我们最有回忆最美好的地方 对 我觉得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 走上一个新的真诚新的故事嘛 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大厂女孩们 大厂男孩们一起 好好的走下去 好 好官方 好官方 不官方 不官方 那提到大厂就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能回到过去 给初灯舞台自己一句话 会想说什么 初灯的哪一个舞台呢 初灯 就是自我介绍的初灯像 哇 这么早啊 初灯 那个印象也太早了 太早了 是哪一个就是 就是早上 对对对对 百年首 叫百年首 是初屏 哈哈 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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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那个时候自己说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我先说我吧 我觉得我想说就是 那个时候的你 还太过于稚嫩 接下来你会经历很多事情 会慢慢的成长 会变得更加稚嫩 就 哎哎哎哎哎哎哎 就会变得像我这么稚嫩 你今天这么 就是 对不起 你有钱小鬼 你就会变得像我这么 有钱 稚嫩 好了到你了 啊 怎么 你要说你对自己出评集 啊我对我 不是出评集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别下腰了兄弟 猪 因为我当时下腰了 猪正庭 谢谢大家 你是做那个王外特工 王外特工 那个嘛 嗯 然后当时后来下腰了 特别后悔 那个鬼的那个 对对对对 后悔吗 后悔 嗯 那你呢 我后悔完了 全部都要来一个 哎 自爆 哈哈哈哈 哎 就说别人的时候 全部都要来一个 哎 我觉得我想那时候 自己说一下就是 呃 你皮肤正好 自爆 哈哈哈 现在因为工作比较忙 所以皮肤就差了 真的 下一个 你呀 我吗 嗯 我妈 觉得对那时候自己说 好好好 说的好 说的好 哎呀 我沾着泪下呀 让我 我想对那时候自己说 就说 好 谢谢 谢谢 再来是 真说 下一个问题吗 真说 必须说呀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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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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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那时候自己比较 哎 嗯 下一个 哈哈 哈哈 留着一会儿台上说 留着台上说 对我也留着台上说 好 那我一年半以来 觉得变化最大的队友是谁 一年半以来 变化最大 都挺大的 都挺大的 我说了好多 都挺大的 哈哈哈 你瘦了好多 掌镜他也是 哈哈 掌镜他也瘦了好多 你看他现在 营养不良的现在呢 嗯 那接下来就是 伤感的问题 哦 伤感的问题 就是什么景点 自己真正的意识到NPC的旅程 就要结束了 唉 唉 忍住啊 先别说我们留下台上火 我们发合照的那一天是几号 合照的那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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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照 十月六号 十月六号当天了 对 当天晚上了 我们的聚餐 对 你们当时在聚餐 对 我们当时在聚餐 然后一起发 后来有人网不太好 然后就发不出去 比如说我 有时候01的 还是02的呀 没有卡到 那个Fivever 那个文案是谁想的 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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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想的 都发出了微博了 突然是大家发个微博 发完 哎我们同一个文案都已经发出去了 线编辑 线编辑 那天就是聚餐的时候 有没有说一起回忆一下 之前 有 然后这段过程 有的 有的 那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有非常的就是 彼此间也聊了很多很多 然后感觉回忆满满的 对 说到回忆的话 我很好奇大家是否在 突然 突然高八度的声调突然 接的好 接的好 对 有什么不同 对 所以我很好奇大家会在某一时刻 觉得对团队特别有微博感吗 大家可以每个人想一下 舞台上吧 舞台 舞台 使命感 我觉得录ID的时候最有微博感 好笑哦 好笑哦 当个自己出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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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笑我快到了 你没有听下一个经验的就是 每年什么时候要去 定了定了 4月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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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4月6号那天谁不来 我们就直接发子拍摄了 对对对对 看少了谁我们不说 挂他 挂他 我也不会挂他 哈哈哈 再过去 嘿嘿嘿嘿嘿 除了就是大家一起唱歌 然后每个人也和各自表演不一样的歌曲嘛 能不能分享一下都做了哪些准备 我看城中有一套银色的那个造型 你怎么看到的 你怎么 你网上路透啊 啊网上路透啊 你被透了 那是彩排那是彩排 彩排吗 我这里真的要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我真的要讲一下就是大家彩排尽量还是要替我们保密 因为彩排一个是我们准备的过程是需要我们要用心的去准备 所以第二个是也把惊喜留到现场嘛 所以以后请大家彩排这一块还是不要尽量不要头牌这样 视频啊照照片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这个不好笑这个不好笑 这个不好笑 这个超认真 这个不好笑 自己来官方剧透吧 官方剧透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我会唱歌 我会跳舞 我会说话 我会动 这个好笑好笑 好笑好笑 好笑 好笑好 好笑好 你觉得最不安的心情是什么 比如解散之后 我相信是第八季 哇 第八季 第八季 可以可以 这个好笑 这边的问题都会有机会 你还会去参加 我相信是什么 我参加第八季 那有可能 我还有一点 你解胃太好的感觉 好啊 当然还是要参加 不然就不会有9% 对啊 再说 第八季大概30岁 第八季 我算算 啊 第八季 算不清楚 好多 好笑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参加第七季 不要参加 第八季可能都没出 这个没出 这个叫做 第八季可能是50后了 这个叫建议 对这个叫做 前车见 少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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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努力 多幸运 多练习 别熬夜 然后别熬夜 然后别熬夜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每个人就想感谢NPC的是什么 9% 这个是不是要一个一个讲 还是 对一个一个讲 那我们从 谁 老规矩 从优掌金开始 我觉得 老规矩到底是怎样 对啊 很多规矩 到底是怎样 奇怪 9% 带给我 我觉得 最大的 我觉得 是 所有吧 就是包括就是我得到的 还是我经历过的 还是 其实这 这之前是想都没想过的 然后就是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9%给我 所以我觉得 还蛮骄傲的 嗯 我们先收这点收 OK 收不出来 收大好 那补装来不及 我觉得9% 我觉得 首先9% 无论是 每个人其实一开始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一开始都没有那么 其实这个节目 对这个节目期待没有那么高 可能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 可能对 自己喜爱事物特别热衷的一群 男孩吧 可能当时 然后 就没有那么特别 希望可能有可能会出道 或者怎么样 但是 没想到一个节目就突然一下子 就是升天了 然后就觉得 很很很 兄弟哄 兄弟哄啊 对 还是觉得 还是觉得感恩一切吧 对 然后一个好的时间 好的机遇 然后带给我们 无论是生活上 还是物理上 很多东西 给我们带来一些 很多的改变 所以还感谢南北山 嗯 收着点啊 收着点 我比较感谢就是 9%的所有的兄弟们 每次跟他们一起工作 或者采访啊什么的 就特别放松 特别开心 因为我自己采访的时候 有点官方啊 我承认啊 就是对 所以就每次跟他们在一块就很开心很放松 这是 有点 有点 说出了我们广大记者的心 哈哈哈 好会改的啊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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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OK 还有六个人 他的问题就是 刚刚最后 你没有打完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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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的是 身旁所有我们 支持南北山的人 然后以及 因为其实我们 南北山成团 那其实我们是 年轻一辈的小朋友们 那其实在这个行业 还有很多未知的 以及不懂的 那也很谢谢 这一年半以来 大家的包容 然后我们会继续进步 我的话可能就是感谢南北山 带给我一段 很美好的一段经历吧 对 就从我们 从高到比赛 到刚出道 一出道之后 就跟这么多 兄弟们一起去这么远的地方 其实也是第一次跟 朋友去这么远的地方 然后一起去 练习去 就是无论到再到现在 解散了 都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 对 感谢南北山带给我这段经历 南北山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记忆 然后南北山 也让我有机会 就是给了我很大的机会 让我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能为自己的梦想 付出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南北山给我的 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谢谢每一位兄弟们 谢谢就是南北山的 谢谢 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想要感谢 在场现在我身边的每一位兄弟们 然后还有一直 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人 然后也是谢谢 就是 给我人生留下了 这么一段美丽的回忆 别哭 我觉得要感谢给我们南北山这个名字的所有人 因为这个名字是跟着大家一起出来的 然后也是在大家的成长下 关注下 然后慢慢出来的一群小男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对我来讲 非常的有意义 我想特别感谢 就是说一路以来 见证地陪伴我们走过来的人 像NICE 然后像兄弟们 还有一直陪我们 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们 和节目组 和节目组 然后当时 节目里面所有的人 我觉得 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 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觉得南北山 虽然说马上就要解散了 但是我觉得以后我们会一直是这样的关系 而且我希望大家会越来越好 继续加油 是的 好谢谢大家